HTC 達人團 歡迎收看HTC達人團 今天邀請到也是很有名的3D部落客 震彈彈 我就是震彈彈,震彈彈就是我 我們今天要趕快來介紹一下 HTC M8有什麼厲害的功能 今天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是 Sense TV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我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它這個是 顯示出你家裡第四台正在播放的節目 每個節目每一台是在播什麼都有 那有電影有沒有 體育有沒有 體育台 新聞有沒有 新聞都有 對對對 可是你看到想要的節目 你直接只要怎麼樣 按一下這個 在紅紅的這條是什麼 所以紅紅這條就是你看到它正在播放的進度 所以說電影可能播到快結束了 你覺得這時候去看是不是有點 就知道 剛開始就一定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剛開始的 你就可以直接按這個 就從一開始開始 好像很厲害的 除了這個以外 有沒有音量 你要調電視的音量 直接按這個 這裡的音量鍵就可以調了 直接手機控制電視 直接手機就操控電視的音量大小 所以我去外面吃飯 看那無聊的電視 對 人家跟老闆娘打聲操控 那 其實還有很多完整的操控 就是 電視的這個 其他的多功能的 離開啊 靜音啊 選單什麼 都可以就是個遙控器 就是個遙控器 現場來操控一下 可是現場沒有電視欸 我就是活生人的電視 你就是活生人的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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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操控電視他可以操控主持人 OK的 好 我們來試一下 來開電視 歡迎收看HTC新聞台 請 看籃球好了 過來過來 這時候過來了 上根外形 先放球 這時候 打出一些圈內打 那什麼電影台 龍武手上 只要有槍 誰都殺不了他 哈哈哈哈 那哈哈哈哈 一開始 龍心 欸 哈哈哈哈 電視 音症 音痕